FIFA国际足联年度颁奖典礼在伦敦进行,除了备受关注的世界足球先生,年度最佳阵容等奖项,最佳进球的普斯卡什,奖获得者,也是球迷们很看重的一个奖, 最终来自英超利物浦的萨拉赫已对振埃伏顿的那季世界不当选,此消息一出,却立马引发了全世界范围内球迷的热议和不满,因为大家都认为萨拉赫这一球压根不够格当选年度最佳,在奖项整式公布之前,所有人争论与纠结的点都在于奖式版给C罗和贝尔这两季道沟中的哪一个,C罗的观赏性最佳, 而贝尔打进的是重要性更足的决赛入球,所以有点难以取舍,但没想到的是,最终当选的居然是萨拉赫,看似平淡无奇的一个连赛入球,有不少球迷表示这立进球都不算是萨拉赫本人上赛季的最佳进球, 更有人表示光丽悟普队内上赛季都有不少比这还精彩的连赛入球,还有提及梅西的说梅球王这种球也是随便进,以这样质量的进球拿下年度最佳, 菲萨的颁奖形同作弊,毫无权威感,虽然这个奖最终,贝尔拉赫获得是有点让大家难以接受, 不过,如果是知道这个奖投票机制的球迷,可能就不会太大惊小怪的了,菲萨设立的普斯卡什这个奖项纯粹是由球迷投票选出的, 而埃及拥有近一亿的人口是世界人口大国,球迷基数众多的萨拉赫最终得奖也就可以理解了, 这也起码要比阿尔维斯入选最佳阵容的解释来得合理得多,既然是球迷票选机制触发的奖项, 那萨拉赫获奖也没啥好说的,如果有一天中国球员入榜,那么我们一定会毫无悬念必刷下这个奖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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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